铁三角张国力王刚张铁林新剧杀青 张铁林因为外国局造抵制 最近电视剧老家伙宣布杀青并关键了主演阵容 还晒出了三位主演的照片 自从铁齿同牙继小兰播出之后 张国力王刚张铁林三人的搭配 在很多观众心中都变成了经典 如今几年再合作也确实是满满的回忆了 但是以量为很多人网友看了这个阵容之后都表示抵制 还说电视剧播出了一定不会支持 而问题就出在了张铁林的身上 因为张铁林目前不是中国级而是外国级 明显就是现在国内明星挣钱太容易 现在年纪大了又跑回我国拍去赚钱 所以也就引起了很多观众的不满 张铁林早年是凭借演了《黄珠格格》中的皇帝 而被大众熟悉 随后又演了很多电视剧的皇帝角色 包括和铁三角的铁齿同牙季小兰 但张铁林的口碑在今些年却是急转之下 一方面是因为张铁林的感情生活十分丰富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张铁林改国级的事情 事实上在娱乐圈中 有很多明星都因为国际问题备受非议 就像前段时间因为梦怀露又大火的刘一飞 又因为电视剧的演员表上的国际倍数 也引发了很大的讨论 很多观众也因此指责刘一飞的捞钱行为 还表明刘一飞就是因为之前演的《花木兰扑街》了 所以现在才会重回电视剧行业挣钱 而刘一飞也对这种事情进行了冷处理 没有公开进行回应 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其实娱乐圈也是一个工人学习的正面例子的 那就是谢霆锋曾经也是加拿大国籍 但后来还是转回了我国国籍 所以谢霆锋如今不管是录制综艺节目 或者是拍剧拍电影 都不会有网友因为这点来抵制谢霆锋 而张铁林如今显然也面临这个争议 很多人觉得张铁林不爱国 之所以还在我国活跃也是因为钱 所以很多观众都越来越讨厌张铁林 就连这次是铁三角合体 虽然也没挽回观众对于张铁林的看法 除非张铁林也像谢霆锋一样能够公开表态 否则尽管这部剧的演员阵容这么强大 估计到时候播出的时候也不会受欢迎 也算是无辜波及到了张国立和王刚 毕竟两人也一直是备受称赞的老西谷 但张铁林在这部剧无疑就是败笔 各位网友你们期待这部剧的播出吗 欢迎在评论里进行讨论